京北市政府從前年開始 針對銀髮主長輩 辦理一系列的服務政策 而在金山區的金包裡 社區發展協會 今天也首次在中山堂 舉辦共餐活動 現場除了共餐之外 還有精彩的舞蹈表演 場邊更邀請到金山醫院 來做簡單的健康檢查 還有益檢團體 來為長輩們服務 不僅是要溫暖長輩的心 更要讓長輩在參與 今天的活動之後 都變得榮光煥發 因為在金山地區 所有的子女大部分 都是在外地工作 所以他們在家裡 甚至長者和一些獨居老人 到老人居多 我們就是藉由這個活動 邀請他們過來這邊 享用美食 大家彼此照顧 真的很溫馨 透過我們金山慈護宮的 這些地點 煮了這麼多的美食 佳養 讓我們兩里的里長 這些前輩 可以今天藉由這樣的中午 午餐時間 大家在那邊共餐 現場還可以看到 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們 個個都穿上 自行設計的背心 在服務老人家 不論是垂背 按摩 還是陪伴長輩 彈心都相當的熱情 不少阿公阿嬤們表示 能出來和大家一起聚一聚 共餐吃飯相當的開心 和樂的氛圍 就像是一個大家庭 志工把你按摩 你感覺怎麼樣 感覺很好 大家很好 好舒服 好舒服 高興啦 大家就會吃飯高興啦 其實也因應著整個金山區 推動國際安全社區 希望能夠關心到社區裡面 更多的弱勢的一些民眾 那其實共餐活動也是希望 老人能夠走出家門 透過這樣子一個 共餐的一個儀式或活動的部分 讓更多社區的老人 可以到社區裡面 跟其他的資源 一起做一些互動 市府社會局也來到現場 與長輩們同樂 並且表示透過共餐的方式 讓長輩們走出戶外參與社區 不但能讓社區的志工們 掌握到老人家的生活狀況 更大大降低了銀髮族 獨自在家時 可能會發生的危險 這也讓金山區未來朝向 國際安全社區認證的發展 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記者許端毅 廖品涵 金山採訪報導